春节假期 咻咻咻转眼间已结束 但上班族可先别太忧郁 因为再成一周二八三天连假 即将到来 春节都晚晚了 所以接下来这几天 应该会在家里面耍废这样 会想出去旅行 会想去泡汤 台北那个什么屋来 或者买好票 等待放假之余 可得先注意 今年2月26号元宵节 可没放假 因为228是在周日 按照法规是后延一天补假 只是这三天假期 你有规划吗 整条大道粉红樱花绽放 阳光洒落 绚丽夺目 武林樱花季 涵盖春节到228连假 想赏银拍美照 可再冲一波 到了夜晚 屏东万年夕彩灯节 也有一片灯海 可以感受元宵气氛 再摊开全台地图 北部阳明山有花既可赏 中部彰化 有花有灯可以看 往南一点 屏东还有农业博览会 更远也可以到墾丁 感受南国风情 节前2月26号的下班17点以后 到2月27号这个上午 大概10点之前 长途的自行号座位已经售完 因应下个廉价台铁全线加开 各级列车总计116班 高铁则加开441班 另外国道也寄出收费 高承载管制 等多项输运措施 二八廉价出游 做好防疫规划交通 尽情享受国律 在那新闻之后 关于蔡正琪 台北 蔡总统